我不希望女生把我对一些事情的规划误认为花达饼 首先我是一个不会随便去承诺别人的人 但是我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第二方面是我专业的问题 我是在美国密西根州做汽车工程师 我们所看到的比如说2023年款的新车 2019年就开始研发了 每一个零部件的研发 可能要精确到每周我做什么 如果说一个零部件出现了问题 可能会影响所有零部件 整车测试就会有影响 所以说的话我对一些大事的规划 可能会久一点 但是不会说是要花达饼 这儿有个美国回来的 4号 您好 我也是在美国密西根州 我读的本科 那你找到女朋友之后打算怎么办呢 是继续在美国呢 还是回来呢 或者是两边 好 就是说现在我们中国 对于那个新能源汽车的这种研发 是几乎是世界前列了 然后呢就说我很希望有机会的话 能回到祖国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公司 然后回国发展 19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会把你的女朋友 规划在未来吗 那当然会了 那必须会 对 现在我的人生大事是最重要的 如果是说她的工作比较稳定 比较好 然后我也会在国内的一些新能源汽车厂看一看 然后就找回来 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成年人 不会说我今天见不到你 我就闹人或者不开心 明天就分手之类 应该都会有一些规划吧 都是比较认真的 李恒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对事情的规划 大概时间轴视多长 比如说我进一个月的规划 或者进半年的规划 生活中的事情我觉得 比如说如果说牵扯到买房的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到有多少资产 去买个什么样的房子 做一些多少贷款 这些规划可能会 但是小的事情我觉得 抓住一些重点就行 人跟人就是不一样 像她这种男人 就跟我是另外两种完全不同的极端 她都是规划大事 未来几年一些重大的事 她规划得很清楚 小事嘛就无所谓 我是另外一个极端 我专门规划各种小事 出去玩 哪天走 哪一班飞机 哪一班高铁 几点都回来 在哪吃饭 住什么地方 明天去几个地方 多不多 少不少 研究一下 我就净规划这些小事 而且自得其乐 앙 看只能够一直購物 伤伤 停 好